诸位法师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大乘无量寿经白话节的课程 从五月份到现在四个多月了 停那么久 这个要跟大家致歉 刚好这一段时间一些教学任务 活动 这个时间还有体力有点负荷不过来了 在课程当中也跟大家有提过 我们要清楚当下自己是考什么试 过什么关 自己感觉现在要过着关考的事是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柴烧啊 所以这个教学的工作也不敢造成身体的透支了 所以我们这个课程呢 就是承得有时间了 有体力了 就录向下来 跟大家一起学习交流 我们之前学习交流 我们之前学习到德尊普贤第二 我们念一下经文 我们学习之竟 证佛 杀山寨 皆能 ouais 鼻山幻思 献重易相 于彼相宗时无可得 此诸菩萨亦复如是 通诸法性达众生相 供养诸佛开导群生 化现其身犹如电光 我们上一次是学习到 这一段经文 中间的部分 通诸法性达众生相 我们学习如语当中说到 日知其所无 月无妄己所能 日知其所无是 学习还没学习过的部分 月无妄己所能 学过的我们也要多加温习 现在的学习 学一遍不够 学一遍不一定能记得住 不一定能入得了心 这个法要入心 我们在境界当中才用得出来 所以四章讲 我们学习可能要三十遍 才记得住 其实大家可以去自己感受一下 自己的学习状态 所以这个三十也不是死的数字 假如三十遍了 还是不能深入 那可能还可以再增加 像 成德自己 学习 老上 在新加坡 讲的 一次 净土法门的专题开示 题目是 菩提心 贯注在整个生命中 那这一篇教诲 自己学过几百遍 一开始听 觉得 哇 这两个小时很重要 随着变数的增加 这每一段很重要 继续听下去 这每一句很重要 在听 这一个字 这一个词 很重要 所以依自己来讲 听一遍 听十遍 听几十遍 都还不能够深入 要听了上百遍 很多重点才体会得到 所以我们 之前讲过这一句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我们 这一本书的五十五页 通诸法信 是造真 达众生相 是达俗 所以我们 常常说修行人 要造真达俗 既要造到真体 造见自己的真体 就是自己的本性 又要通达俗地 因为要度众生 众生是俗地 所以要达众生相 但只是度深 不能离相 于是 度在有违法中 不能使广大众生 得真实之力 不能离相 就会着相了 虽然 想度众生 但是自己也会落在 有违的 生死当中 那我们自己 在帮别人 我们自己了脱不了 那就很难帮众生了 了脱了 这样就 不能使广大众生 得真实之力 自己所得 只是有违的功德 落在有违法里面 老上讲经的时候 常说 行善 不着我行善的相 断恶 不着我断恶的相 我们行善 我们行善一着相 那自己也出不了轮回来 这个佛门的公案 梁武帝 他做的善事 在历代 帝王当中 很少人跟他比的 建了几百所佛事 帮助十几万人出家修行 这是佛门的大护法 可是他做了那么多好事 可是他有求了 这个落在有违里面 希望别人赞叹 所以遇到达摩祖师 这个得到的高生 他首先问的是 他做了这么多好事 他有没有功德 那当中主师就回答了 没有功德了 所以他这一念 求人赞叹的心 就有求了 在有违法当中 就把他所做一切好事 翻转成轮回的善业 所以这一念 损失太大太大了 他做的再多 都是世间的福报而已 六祖大师有讲 生死大事 福不能救 要功德才能帮助 我们了多生死 就像我们这一品经 得尊普贤第二 那普贤行是功德 在普贤行愿品当中 有提到 一个人临终的时候 身体会坏 你所有的眷属 哪怕你是国王 你的这些文武百官 你通通带不走 都会坏掉 这个圆都会 散掉了 但是普贤行的功德力 会带这个人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生死的大事 福不能救 功德可以 这个普贤行 那就是真实的功德 所以师长这里 师长的教诲 跟这一句讲的 你度身 你不能离相 你行善 你没有离行善的相 你拙了 我做了很多好事了 那这个都落入世间的福报了 所以了凡事迅才指导我们 不失 不能着不失的相 内不见己 外不见人 中不见所思之物 是为三轮体空 是为一心清静 用离相的心 来做一切事情 那这个有功德了 清静心做一切事 真心做一切事 生活是功德 工作是功德 应酬 处世代人接物 那都是功德了 所以师长才在 劝勉我们 学佛最重要的 就是能够用真心 那了完世间说 用这种三轮体空的心 来布施 那斗树可以种无牙之福 这个福就没有边际了 但是斗树的量很少 修这么大的福 一文 一文钱那么少 可是他心量是广大的 三轮体空的 三轮体空的 清静慈悲的 那一文可以消千节之罪了 但是假如此心未旺 布施的心没有旺 着这个像 你做再多 只于似于伴散而已 这个是了凡事序里面 讲到伴散 满散 最重要的还是心 那我们自己着相了 都在有违法了 那我们自己都了脱不了生死了 那怎么帮众生了脱生死 那不能了脱生死 那问题还是没解决 那还是不能给广大的众生 真死之力 所以要了脱生死 才能解决问题 你生到非非想出天 还是没解决问题 到天上做天王 还是没解决问题 所以要通诸法信 王老进一步解释了 法信就是实相 真如 法界 涅槃 实际等等 这个都是自性的名相 这么多名相 其实就是 佛的用意 让我们不要执着 这个名相 以上提过的 佛性和法性 本质上没有分别 那一般的用法 我们通常把佛性 说在有情方面 有情 含灵 众生 都有 佛性 我们不说 砖头 瓦块 桌子 板凳 有佛性 因为它是无情的 至于 法性 那就通于 有情 无情 两方面 都可以用法性 法性和佛性 本无分别 只是在使用习惯上 有所区别而已 那启信论的 注解上说 法性者 通于一切法为性 这就是说 一切法的本性 就叫法性 所以不管是有情 是无情 所有的这一切法 它的本性 都是法性 据大臣益章 与为氏数据 性即是体 性就是本体 一切法体 顾名法性 一切法的本体 所以叫法性 法性即是实相 即是真如 那华言宗 专攻华言的宗派 认为 真如 有不便随缘 两个意思 这个认识真心 对我们蛮重要的 六主谈经有讲到 不是本心 学法无益 你不认识本心 你学法 没太大的利益 那显然 认识本心 重要 那认识本心 老和尚讲经的时候 常常提到 六属大师开悟的 五句话 那个就是认识本心 认识的本心 才不会认假为真 认我们的旺心 为自己的真心 不会认贼做父 不会认我们这些烦恼贼 当做自己 那何其自性 本质清静 自性是清静的 这个待会就会讲到了 何其自性 本不动摇 自性是不动摇 那旺心才会动 何其自性 能生万法 一切法从心想生 能生万法 那华言中认为 这个真如有不变 随缘两个意思 它随缘 所以能够变成一切法 变成种种的内容 又因为它不变 所以随缘 变然变静 有情无情 一切万法 种种差别 之法 可是它的本性 不失 它虽然随缘 变成这么多相 可是它本性 没有失 它随缘 但是它不变 所以一切六趣的众生 蚂蚁 苍蝇 油锅 剑树中的罪人 蚂蚁 蚂蚁 蚂蚓是畜生道 油锅 剑树 这是地狱道 它们的真如 不失不变 全发菩提新闻里面说 菩萨 关于 蝼蚁 皆是过去父母 未来诸佛 那菩萨看蚂蚁的 看到它的本性 不是看到它 随着个缘 变得身相 所以我们刚刚讲 普贤行 这一品经 都在讲普贤行 得尊普贤 普贤行 见信不着相 它看到众生 是见它的本性 不是着在它的相 比方说我们 看到这个蚂蚁 苍蝇 我们 没见本性 着了相 我们会生起什么心 生起厌恶 生起 轻视 种种这些心念 但菩萨不一样 菩萨 关于 蝼蚁 过去父母 未来诸佛 因为有这样的心 所以 才能 礼敬 诸佛 它见了信 没有着相 不然 叫我们去 礼敬 昆虫 蚂蚁 也不容易了 所以它 真如 不失 不变 所以我们现在学习 通诸法性 这一句我们真的 学进去了 我们就 懂得礼敬 诸佛了 因为它真如 不失 不变 因为真如 不变 随缘 所以入了油锅 上了刀山 随那个缘了 随它的业力 去受报了 但是它真如 本性 不失 故 随缘 而不变 接下来比喻了 就好像 水 可以随缘 变成波 变成波 但是它的本性 人是水 它随缘 随缘变成波 但它不变的是它的本质 本性 还是水 所以法性真如 本来是纯 本来是纯善无染 本质清净 但是因缘 会合 所以 变染 变净 例如 通诺 有了 有了差别 所以通诸法性 就是要通达 随缘不变的实相 这九法界众生 他都有不变的佛性 所以达众生相 就是了达不变随缘 而显现的种种差别相 这是达众生相 通诸法性 通达随缘不变的实相 真如 这是通诸法性 达众生相 达众生相 了达不变随缘 显现的 我们看到的这些身螺万象 他都能明白 这是达众生相 辉书 有说到 菩萨有两种智慧 能作为一切修行的根本 一种是如理智 他就是照见诸法的本性 是不依不依 就是如理智 不是依也不是依 接着用水来比喻 例如水 说它是一 可是它能伸出千差万别的波 所以不能说它是一 说它是一 可是千知百态的波 彼此本无差别 只是同体的水 不管它是什么姿态的波 它本质都是水 所以在差别 所以在差别中 没有差别 在没有差别中 又出生无量的差别 所以总之是不落在两边 所以是不依不依 这个我们从波去体会 那诸法的本性 它就是不依不依 同时也是不生不灭 波生水中 波 我们看它好像生出来了 但全体仍然是水 不能说它在水里面 生出了一个波来了 它就是水 它没有生出来一个波 所以是无生 那波灭 也只是回归本体 回归成水 并不是断灭 不是说没了 它只是那个像 没有了 但是那水本来就在 它没有灭 所以是不灭 所以能照见种种诸法 是不依不易 不生不灭的本性 就叫做通诸法性 所以这是菩萨的两种智慧 一种是如理智 就是通诸法性 再有如量智 如理智 是如本体的智 如量就有了数量了 能够照见种种不同之相 那叫做如量智 刚才说众生有种种病 所以我们给种种药 若不通达众生病况 就不能开出对症的药方 就像我们谈教育 常常说到的 因才施教 应激说法 那应激 那就得知道 众生的情况 才应得了激了 所以众生有种种差别 有种种病 这些差别相 都能了知 那就是如量智 所以佛菩萨教化众生 八万四千法门 那这都是药 因病与药 那怎么能开出这些法药呢 那他就达众生 这些人一向开出这些药了 就像六度 知道众生有瘫的病了 千瘫呢 这个法药就是不失 对痣坚贪 持戒 这是对痣恶业 忍辱 对痣惠的病了 精静对痣懈怠 禅定对痣散乱 众生的种种病 种种差别 他都能了知 这个是如量智 也即是打众生相 也就是掌握病人的病情 所以通诸法性 是所用诸药的药性 所以要具备两个条件 才能治病救人 这个都是比喻了 这个中医师 第一个他要知道这个药性 再来他要知道病人的病 他才能配药 在课程当中也跟大家提过 19世纪 对人类威胁最大的心脏病 20世纪是癌症 我们现在到21世纪了 是忧郁症 忧郁症是心病 心病要靠心要医 那它是什么原因造成他现在心里的问题 那可能每个人的因缘都不一样 原因都不同 那菩萨要帮助这样的众生呢 那要对这个众生的心理状况 它是怎么形成的 这个他要很清楚 他才能帮助他 这个是达众生相 那当然 万法因缘生呢 这个忧郁是一个果相了 因在哪 有他的因 有他的缘 一个人不可能突然间就有忧郁症了 他一定是长期因缘发展造成的结果 那每一个人的因缘都不一样 这得要打众生相 要通达明了 这个可不是透公式的 你去背一个这个忧郁症 一定是哪些情况 这个可能每一个得病的人的情况 都不完全一样 这不能拿像拿公式这样来套 好 好 当然 这个心理问题 很可能都是在成长过程中 缺爱了 一缺爱 他的就产生烦恼 来慢慢积累 慢慢积累 他负面的能量 情绪太多了 可能就会呈现这个问题 而这些问题 真的都是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真正要互念这样的亲戚朋友 那真的要 首先是通诸法性 是相信他有佛性 不然你在帮助人的过程 有时候耐性没有了 又要对他的个别差异在哪 要很清楚 你给予他言语的引导 才能对他的积 所以这个达众生相 也是很重要 接着 我们刚刚是复习 刚好 上面是讲到这一段 供养诸佛 开导群生 上面是照真 打数 底下 就是上供 下度 我们修行了 要上供养诸佛 下度众生 那供养 一呢 财供养 香花 饮食 药物 等等 二呢 是法供养 拿身体 头目脑髓去供养 不如以法 来供养 所以一切供养 以法供养 是最书 是最书胜 这个在 普行行愿品 讲到 广修供养 诸供养中 法供养 为罪 什么是法供养呢 如说 去修行 就是依佛的教导 去利益众生 和提高 自他觉悟 这个就是供养 就是 随佛的教诲 能够达到 自他觉悟 这是法供养 开导群生 开是开化 导是导影 群生即是众生 华言 普贤行愿品 说 经文当中 有提到了 若令一切众生 生欢喜者 责令一切 如来欢喜 这几句都是 普贤行愿品的 教诲 因于众生 而起大悲 因于大悲 生菩提心 因菩提心 成等正觉 那这一段话 我们看 佛 成等正觉 原因是什么 看到众生的苦 他生了大悲 因于大悲 生菩提心 因菩提心 成等正觉 所以他的佛果 因是众生苦 所以佛当然感谢众生 以大悲心 随众生故 则能成就 供养如来 那这几句经文 黄老 把它总结一下 由此可见 开导群生 令众生欢喜 诸佛就欢喜 也就成就了 对佛的供养 众生欢喜 佛欢喜 那不就是供养佛了吗 我们以殊胜的 净主法门 教导众生 正是遵佛开示 遵照佛的教导 去做了 就像无量寿经 提到了 如是妙法性听闻 因常念佛而生喜 受此广度生死流 佛说此人 真善有 他受此广度生死流 就是以殊胜的净毒法门 教导众生 让众生能当生了脱生死 这个就是会与众生真实之力 正是无上的法供养 这个就是对佛最好的法供养 所以我们能帮众生了脱生死 这是佛最欢喜的事情 所以受此广度生死流 佛说此人 真善有 那并在下温度众生之中 有上红圣教之功 随顺众生 发菩提心 究竟果决 在度众生的过程 也都是在把圣教 弘扬开压 他才知道怎么去看破放下 所以都要为众开法杖 要开一笔智慧眼 这个时候都要弘扬圣教 所以佛度众生给我们的示范 49年讲经的说法不中断 当然讲经的说法也都是横顺众生 我们看佛 他一开始讲阿含经小陈 再来方等 之后才是般若 是纯大臣 所以在教化众生 也都是顺着众生的根性 很有耐性的来互念教导 那这个在随顺众生的过程 那很重要的 也要 他的菩提心要发出来 我们看静业三福 首先是仁天福 他要断恶修善 孝养父母奉事师长 雌星不杀修十善业 这是仁天福 所以修学的基础是三福 要按照这个赤地 第二是小臣福 受持三规 具足重见 不犯威夷 第三大臣福 发菩提心 身性因果 读诵大臣 劝敬行者 那这个发菩提心是大臣福 那众生要有根基 他才能慢慢提升 把这个菩提心发出来了 所以老和尚特别强调 炸三根 假如他不懂得孝顺父母 奉事师长 有可能发菩提心吗 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上品 中品 下品 同样有八个字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所以尽忠学人 发菩提心很关键 他发了菩提心 他才能了脱生死 才能究竟果决 我们尽忠十一主 醒安大师 很慈悲 他有一篇教诲 就专门指导我们 怎么发菩提心 劝发菩提心 指导得非常深入 这一篇教诲 真的要多念 念熟了 在境界当中 实时提醒自己 念念都不能离菩提心 因为 显安大师说了 这一句是引环言经的教诲 忘思菩提心 修诸善法 是名摩业 我们是要修行成佛的 怎么可以修成谋业 但关键是不能忘思菩提心 显安大师说 显安大师说了 忘思善恶 忘思的会修成摩业 何况还没发呢 况未发呼 那会中菩萨 修儒理智 我们这一会的菩萨 修儒理智 所以通诸法性 又有儒量智 所以达众生相 于是 化现其身 骗诸佛刹 上供诸佛 下导众生 广作饶益 利益一切众生 而且如大患思 视现种种幻相 是这一段经文 提到的 辟善幻思 现重意象 所以这一段话等于是 黄老在总结 这一大段经文 诸佛刹宗 皆能视线 辟善幻思 现重意象 与比相中 实物可得 而且是通诸法性 达众生相 还能上供下导 供养诸佛 心无所着 他在面对 这个度众生的 这些种种境界 种种相 他心里 没有执着 因为他通诸法性 他没有产生 分别执着的 这些心念 他生气诸法平等 无有差别 所以我们听老和尚 讲经当中 常常说 要做而无做 他种种视线 那就是做了 可是他呢 在这些相中 心无所着 那就是无做了 所以他种种视线 是俄身其心 可是他的心 是因无所住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 布施 他三轮体空 他一心清静 可是他 很尽力在做布施 可他心里没有着 我们虽然不能马上达到这样的境界 但是也是往这个目标迈进 比方说我们做了很多好事 心里常常还在那里想 或者见到人 还会稍微炫耀一下自己 那这个就是心不清静 心有所着了 这个时候要有警觉性 要提醒自己 这些都要放下 不然我们看世间的人 尤其年纪大了 可能一开口 我都是想当年 我怎么样怎么样了 那这个心都不清静了 而且常常会很在意 要别人肯定他 这个都很累了 我们假如敏锐一点 那个想求人肯定赞叹的心 我们起这个念头就很累了 不要说后面的发展了 不要再干这种自讨苦吃的事情了 这个清静才是真正的乐 所以心经说观自在菩萨 观自己的自信在不在 我们一不自在了 那可能自信就被烦恼给盖住了 被财色明时税 被分别之所盖住了 那这一段呢 最后一句是化现其身 犹如电光 大士 大士这个是大菩萨 等觉菩萨 化现他的身体 快如天上闪电 犹如电光 是天上的闪电 观音三十二应 这个菩萨品里面有比较详细的说明 应以合身得度者 极限合身而未说法 菩萨 菩萨能于一念之间 普至十方 国土 行动之术 就跟打闪电一样了 而且是上供下度 他做的事就是上供下度 平等普照 平等普照 普照 所以慧书说 电光有 四个含义 第一呢 是快 菩萨能应众生心恋 立即赶赴 他去帮众生 这个感应的速度 非常快 众生若有极难恐怖 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 无不得卸脱 我们现在的社会 共业很强 人不学 也不知道 不知意 他就很容易 干出 伤害他人的行为 为了自己的利益 那 处在这样的社会 我相信当父母 都会担忧了 但是担忧 对事没有帮助了 我们学佛要理智了 很重要的 让孩子们都知道有观音菩萨 这私无畏的菩萨 你只要有恐惧了 你只要称他的名号 他就会随机赶赴 这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我自己有遇过 刚好爬山的时候 见到五六只狗 同时出现 向我冲来了 这个时候 我就闭上眼睛 念观世音菩萨了 为什么我闭眼睛呢 因为这样我比较能专心念 我看着他们会恐惧 念得不专注不感应 结果闭上眼睛 念了几十秒 慢慢狗叫声没了 等我打开眼睛 他们已经走了 观音菩萨真的是感应了 第二 这个都是形容菩萨度众 闪电快 第二 能破众生的黑暗 众生愚痴 不明白 就是黑暗 所以佛法如电光 能破众生 心中黑暗 要开一笔智慧眼 他才能获得光明身 第三是不住 菩萨又能化无量的身 到无量的国土去 如空中一个闪电 虽然他硬化 但是他没有住 无所从来 也无所从去 这个是不住的精神 他不留恋 他不留恋 他也很有耐性 他也不恋战 实际不成熟 他不攀缘 这辈子不行 下辈子没有关系 第四 无分别 如电光照物 这闪电 照照万物了 平等普照 没有爱正取舍 没有说哪里照得多 哪里照得少 所以用电光来 辟育大士们的化现 所以一个 犹如电光 这个闪电的比喻 就有这么多精神 在里面 当然我们学了 菩萨的这个德行 我们马上拉回来了 我们现在不是菩萨 但是我们要学习菩萨了 那代表帮众生要怎么样 要急死 这是快 你要掌握帮助他的时机 机不可施 时不再来 你该帮他的时机过去了 缘就过了 要急死了 就像当父母的 那也是在当父母行菩萨道 你孩子教育的黄金时段 你要掌握住 你等到那个时间过去了 你想再好好教了 不容易了 所以很多父母到孩子 青少年了 觉得想要好好教了 不轻松了 因为他一些习气已经养成了 那破众生的黑暗 因为所有的问题 是因为他不明理愚痴的 他才会有这些烦恼痛苦黑暗 那这个也提醒我们 要从根本帮助众生 人因为迷惑造业受报 受报当然痛苦了 但是他要解决问题 一定要不迷惑才能解决问题 他迷了怎么可能不造业 怎么可能不受报呢 第三你看不住 我们帮众生也不能住 哎呀我跟他讲好几遍了 他怎么还不接受 哇你在那生闷气了 那就有助了 也包含不能落众生的成见 这个都是不住啊 有成见 你对他就不增长了 第四你看 没有分别了 有分别啊 你看起来在帮别人 有可能是爱真心在增长 就像比方我们教学 但一般学生呢 看着喜欢的 哇就对他们好得不得了 看着我们不是很顺眼 过去生远不好 就不理他了 那这个 这个有这个分别心 那要度作不容易 那这样的老师教出来 没有一个学生得力了 哪怕他对他很好的 这个学生也不得力 因为老师传递的是什么 分别心 爱真心 所以老师对他很好的 他就恃宠而交了 对他比较不好的 这孩子就没信心了 或者叛逆了 你这老师不公平 他跟你对着干了 所有的问题啊 是我们的心用错了 才会延伸出学生的这些情况 医报 学生是我们的医报 随着我们振报转 当老师是这样 当父母也是这样 不能分别心了 不然孩子之间都不平衡 当领导也是的 你对待下处 还是要平等 所以这些道理 放在坐之君 坐之清 坐之私 都是通的 好 那今天就跟大家先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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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